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安宁更是成为人们的一种奢求 在每一个乱世都会涌现出一堆令人敬佩的人物 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一位著名的小英雄 此人名为宋镇中又被人们称为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的父母都是共产党人 但是很不幸的是 他们被反动派抓了起来并关进了监狱 此时的小萝卜头被也跟着母亲一起被关押在了女牢之中 小萝卜头还是割小孩子 她甚至没有做过什么事情 因此她的处境无疑是令人心疼的 众所周知 监狱的生活注定是不好的 火食自然也是相当差的 由于宋镇中在幼时没有获得足够的营养 最终长得面黄鸡兽并且个子很矮 因此有了小萝卜头的外号 但是在这样坚固的环境中 小萝卜头却锻炼出了很好的意志 并且凭借自己孩子的身份 成为了牢狱中消息的传递者 因此监狱中的人们又趁其是个小英雄 虽然革命最终胜利了 但是在反动盘撤离之前 他们只派了一些人去暗杀中国的英雄们 其中便包括了小萝卜头和杨虎城将军 在这场暗杀活动中 就包括了一个名为杨钦点之人 但是令人震惊的是 此人做出了这等丧尽天良的事情 在解放后却没有被追究责任 甚至还帮他安排了工作 使得他活到了2007年 杨钦点是何人 此人正是关押革命人士的牢狱之中的看守 由于局势的巨大转变 反动派已经没有了胜利的余地了 而杨钦点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 便开始打算为自己谋求一条生路 因此在革命人士的传说下 此人最终决定了弃暗投明 并放走了许多的革命人士 但是他也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未来一定要保证共产党不杀他 由于这个原因 这些成功被放出的革命人士 在未来不得不均守承诺 不追究此人过去的罪过 并且还要帮助他安排工作 就这样 杨钦点又活了17年 并且在17年后被捕捉运 但是在被捕之前 杨钦点却说了这样的话语 我是好人 有人能够证明我无罪 革命党人都是有诚信之人 因此在20年后 通过他们多方的努力 杨钦点出于老 并且成功活到了2007年 参考人线 红罕 杨钦点的黑红人生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